蜜蜜麻麻 长达十六页的宿愿回复 因为韩国瑜还在纠结 联署过程 向行政院宿愿会提罢韩无效 韩正寅列出 联署人名单跟护证事务所 查对不合的一千多人 基本资料签名笔记不同的 七百多人 日期不是手写用盖章的三千多人 还有七千多人 在他就任一年之前就联署 但宿愿会回复 维护公民行使参政权 为优先保护对象 无停止执行执笔药 韩国瑜内容跟之前抗告的 几乎一模一样 据传现在战术就是专心市政 所有炮火都交给发言人回应 市长你这个周末好像行程比较多 谢谢 公开行程的话 就会说市长是作秀 没有公开行程 又会说他好吃懒做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 先射箭再画把 跟篮球场上 意图干扰对手 讲的一些垃圾话 就是我们讲trash talk 没有什么两样 连垃圾话都呛出来 传出韩国瑜现在有三步求生 先宣布请辞 要是罢还没过 再被未留的假辞职 宣示只做一任 以及下跪 第一个你自己就已经 后退认输了 然后第二个是 整个气势就崩了 如果他真的下跪的话 就会让更多人想要罢免他 实说最后求生三招 带来的反作用力都会更强 来应否认韩国瑜会出大绝招 而是直到投票为止 都会低调到底 不跟罢韩硬碰硬 暂力新闻 刘家伟周年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周年